七威在国内娱乐圈中地位如何 她知名度很高 但不能算一线 李承炫在韩瑜圈中的地位呢 可能还不如七威 可就这两口子 却成为2021年湖南卫视中秋春晚的核心嘉宾 往日的顶流呢 除了称场面的陆寒 没别人了 什么肖战王一博 杨幂赵丽颖 卑鄙杨颖之流 我们看下来 我们看不到他们的踪影 陆寒也算因祸得福 如果当年他没有和关小彤恋爱 造成大面积脱粉 估计无法出现在今年的芒果台中秋晚会 总之 面对目前舆论对流量的抵制 各部门对流量经济和饭圈的治理 湖南卫视只能低调行事 不然也不会把七威李承炫夫妇当作宣传主打 要放到往日 就算别的顶流不参加 陆寒应该是排面对 不过芒果台选择七威和李承炫或许是无奈之举 同时也是管理层迷茫的象征 芒果台过去为何成为娱乐圈中最具 影响力的地方卫视 原因就是吃透了流量经济 这种模式 他们从快乐大本营开播就尝到了甜头 然后在超女时代彻底明白这其中的财富密码 多年来选择韩瑜艺人选择流量明星一直 是湖南卫视传统就算有段时间寒流退却 但芒果卫视引进了不少韩宗并且本土化 可见这种传统的影响力很大 今年娱乐圈变了 芒果台熟悉的那一套被抛弃了 他们还能怎么办 只能选择相对安全的七威李承炫夫妇 用以保持传统 至于如何转型 或许芒果台高层还处于迷惘中 毕竟今年娱乐圈大整顿 对他们影响很大 这种影响不仅仅是类似快乐大本营收理事件 或者旗下主持人翻车 还有就是官方和民间对芒果台拿手的模式的否定 2021年的湖南卫视中秋晚会只能选择低调 因为他们没想好该怎么转型 这种影响得太大本营了 所以我就看起来